A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花大錢了 花大錢了 我在猜看勒 我跟你講 很多網友貼給我 什麼4月就其實都已經到港 有人說是什麼 零件修 修正 有人說是這個排隊驗車 反正我覺得 他們消息封鎖得非常的緊 就是沒有任何可以確定的答案 告訴消費者說 為什麼 車進來得這麼久 不管啦 今天要拍什麼 充電樁 我們之前就說了 我要在店裡面安裝一個充電樁 沒想到這個 難關重重 困難重重 心事重重 心事重重 像請原你知道嗎 像 他有一首歌叫做 心事重重 知道嗎 跟小師同分整的就知道啦 那我們這次找的是這個玉墊 玉墊是玉龍的喔 對啊 對阿 不要再講什麼 我和黑 玉龍黑 那黑 沒有我們做人還是這個 八面玲龍的 你知道嗎 我們做人處事還是非常圓滑的 所以這個 不是說黑不黑的問題 我們是就事論事 所以喔 好的東西 又想當我們乾爹 不好的東西 也想當我們乾爹 我們一律都採那 乾爹就是乾爹 這次這個 跟玉墊這個洽詢很久 我沒想到喔 我要裝一個充電裝 竟然是一件 要花費這麼多金額的事情 我很早之前 剛訂台康的時候 我就有在網路上 希望有一些網友有沒有 可以給我們一些資源啊 有沒有想當乾爹的啊 看可不可以便宜一點裝啊 沒有 很難 基本上要裝快充的 有些來就說 欸我可以這個免費幫你裝快充 可是你要開放 對外營業充電 我一個營業場所 我整門就整門啊 我又開放 所以就謝謝這一段期間 很多粉絲給我們的資訊 那最後繞了一圈 那我們選擇的是這個 那主要是因為它有這個 快充 我這次裝快充的最基本版本 30千瓦的 所以我們這個是快充喔 所以這還不能充 插頭不一樣 這舊款的 然後為了這個 我以為很簡單 就開始充了嘛 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經過這個計算之後 我店裡面的容量不夠 所以我們又去請了一支店 然後呢 我以為大電來 拉進來接充電窗 欸好了可以充了對不對 沒有 中間還有一個便電箱 便電箱還有限制它的容量規格 中間還叫錯一次 差點退不了 我要花兩顆的錢 經過我們的這個水電師傅 交涉再交涉 協調再協調 拜託再拜託 終於換了一顆給我們 要不然我會多一顆便電箱 不知道要幹嘛 好 終於新的電也申請好了 便電箱也好了 接下來就帶觀眾朋友 再去看一下這個充電箱 那順便呢 我們也會請玉電的專業人員 來回覆大家一些 對於這個安裝充電箱 有疑慮的部分 那充電箱我們這個30千瓦 大概花多少錢 節目尾聲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歡迎到這個玉電 全名叫做 玉電車店 那今天這個我們終於 費盡千辛萬苦喔 主要是我們這邊 申請店的那些部分 先前真的協調了很多 因為要看我們這邊電線的 直徑啊容量啊等等去算 我們可以裝到多少 那這個 有一些關於這個充電裝的問題啊 看看可不可以跟這個網友 分享一下關於充電裝的東西 所以你覺得在消費者端啊 如果一般比如說我們在一些大樓 他想要裝一個充電裝 他最常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大樓分兩種 一個就是新的建案 一個是舊的已經蓋好 或者是我圖片已經送審給 相關的單位都已經審核過 我已經要蓋的大樓 分這兩種 那在現在啦 新設的大樓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圖片在做地下室規劃的時候 基本上它只要有化充電車位 它的電力來源都一定保留 但是既設的也是現在的網友 或是大家遇到最常遇到的問題 關於會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的店 到底要從哪裡來 那以台電這邊的規範啊 我理論上只要是裝設充電裝 我都應該要跟台電去做一個相關的申請 覺得那我買特斯拉 還是像我買開康 讓它送的那個小小盒子那個也要申請 理論上來說 以台電的規範是說要的 要跟它報備說 我要在這個地方 我想裝一個這個 可以這樣講 但是還更複雜一點 它需要請到機電器人 去做一些突變的預設 這麼複雜喔 對這麼複雜 像現在其實大部分的社區裡面 還是會以官委會的條例為主 我覺得最常遇到一個問題 因為我聽到很多這個 開電車的客人來抱怨他們的官委會 大部分會有幾種講法 雖然大家都知道說 拉一個自己的電表 但是你這個會破壞我們這個建築物嘛 你要訂東西走線 然後第二個說 這個會不會充電造成這個火災啊 有的沒的啊 最常見不要以為就是我又沒有電車 只有你有電車我何必讓你賺 這是最常見 最常見是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你看 技設大樓啦 真的大部分在做 管委會的組成的成員的時候 其實他們比較多時間 所以可能年紀也稍長 所以他們對於一開始在做 講話我會玩耶 所以一開始可能在做一些 新人員車的轉換的時候 速度沒有像年輕人的 嘗試的這麼快 這一聽就很有經驗 他就知道齁 那種管委會都是一些 退休啊 將界退休 無所事不是啊 就是比較有這個時間 比較熱心 也比較有心力 比較有機 就是比較熱情 為社區服務的一些人士 所以他可能比較不容易 接觸到一些比較新的資訊 有時候 你機會比較硬一點 他認為沒有需求 或沒有想法 他就覺得 我存不幾年啊 我也不買電動車啊 我在插小 你小朋友 你想要裝電裝 剛好屁事 不要破壞我的家園 這類似這種感覺 對 所以這個也 不能說不對啦 這是他的一個 想法 權利嘛 其實管委會就是只能協調投票 看能不能通過這樣子而已嘛 對不對 其實也有草案 早就過了啦 就是管委會是 不得禁止的草案 但是現在 還沒有通過 對他沒通過 因為其實有點搭配到 台電的一些相關政策 或者是 地方的限制政府 因為其實不是說 每一個社區 真的人說裝都可以裝 因為我舉例啦 有些比較 舊一點的 它真的容量不夠 容量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最先天的限制 它的地下室的 車道高度根本就不夠 這根高度為什麼會有管線 因為我 我不管線會佈在 天花板 它會再又降低了 我的 既有的高度 不過講真的 安全性的部分呢 其實分兩塊啦 因為大家對這個部分都 比較有多疑慮啦 就是以充電設備來講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作 就是一般說 冷氣機等等的 只是說它今天 耗電量比較大 那你只要再做 電力等等的 這些佈置的時候 是比照著我們 國內的電工法規等等 相關的規範 其實在用電的部分 是有基本的安全 對那你說像 廠商的性質啦 它設備也會去做一些 基本的保險啊 等等這些問題 或者是這個檢驗嘛 對當然 因為我們國內也是有 相關的一些檢驗規範 也是很嚴謹的 第二點就是電動車啦 大家比較怕說 電動車會不會 本身 燃燒等等的 就我們知道啦 你把它拆開來講 電動車又是 離電池這件事情 離電池 本來就會有一些 危險的可能性 燃燒的風險 大家覺得會是 充放電的時候 因為電有在用 才會有一些短路 或是等等這些狀況 這是它的風險性 比較高的地方 對但是這個部分 在電動車輛啦 或者是我們身上就有的 手機 裡面也是離電池 這些用電設備 它其實都會有一個 電池管理電腦在做電池的保護 還有監控 所以講白了啦 車廠比你還怕燒車 所以他們基本的一些 安全的保護其實都有 這個科普一下啦 離電池 它就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就是它充放電的活性是很高的 但是因為活性高呢 就比較容易燃燒 我好像還沒有看到新聞 是在充電的時候燒的吧 大部分我看到的新聞 都是車禍的時候 車禍 因為電池破損 這個是風險性最大的時候 對 以消防的案例裡面來講 充電過程還有自然的比例 其實差不多 都算了三成 還是有 還是會有 可是有時候這個很難說啦 你汽油車也是會燒啊 所以都是有風險存在 但離電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那第二個是 你手機也是有很多燒掉 只是當然說 體積不同 造成的災情不同 其實有很多人會擔心這個事情 那一般那個 家用住宅的啊 像我這個應該家用住宅是沒辦法裝 沒辦法 所以一般家用住宅都是裝哪一種規格 市場上我們常聽到 所謂的慢充設備 快充設備 其實它是就原理上面有 比較大的差別 慢充設備就是我 充電設備 輸出的電到電動車 一樣是交流電 台電給的電是交流電 離電池裡面的電是直流電 對 所以像我們手機充電好了 交流電要轉直流電是誰在轉 有一個變壓器啊 我們會有一個變壓器 插在插座上 對對沒錯 那電動汽車這個變流器 它是坐在車子裡面 對那這個東西 因為它坐在車子裡面 所以你今天給的交流電 非常非常的大 我給到100安培 200安培 沒有用 因為它轉換效率 就是只有這樣 它能夠幫你變成直流電 充進去就是 容量就是固定 我們手機想要充得更快的話 我們會買一個快充的變壓器 因為它就是轉換直流電的電流 可以轉換的比較大 我懂了 所以我們俗稱 輸出交流電的充電設備 叫做慢充 我今天已經透過像小師這邊蓋的 設備已經轉成直流電 直流電直接幫離電子充電 就會叫快充 那家裡的那個慢充 有沒有分容量跟速度 還是說其實都是一樣 因為就是看你的車能吃多少 現在比較常見的 就是一般的加充 是處於7K網 因為我們家裡一般的總電源 提供給慢充設備的話 以7K網來說會比較理想 所以基本上在網上就 基本上就是 也沒有人裝了 撕掉你整個家裡的總電 那大樓更不會給你裝 不可能 雖然說有的車子支援 支援到11K 支援到17.6K 它的車上的那個 我剛剛講的電流器 但是其實 以一般的用車需求來講 其實也不太需要這麼快 對回家插著 你回家基本上6個小時起跳 那因為大家也比較好奇說 可能充電時間 我能裝多快就裝多快 我不想等那麼久 但是大部分的電動車車主 如果是實際上有開電動車 應該就知道 就是如果理想的話 我今天是100%的電 我才出門 但我一天可以開多少里程 了不起開100 200 100 200我耗了多少電 可能也才20% 30% 回家用7K網 我可能就是兩三個小時 就可以充飽 所以實際上 我們比如說大樓 因為它的規範 那有一些人住那種扣天的 他如果自己想要裝17的 如果它的電量 是足夠狀況之下 也可以裝 而且確實會比較快 聽起來嗎 對可以這樣說 像這樣子大約的費用 公司多少錢 如果以那個7000瓦小時來講的話 一般的慢充 可能在5萬塊 包含硬體設備的建置成本 可能平均是10萬塊 但是以快充 最低功率 這邊蓋的可能就會是 10倍以上的價差 那快充的來源電 跟慢充的來源電不一樣 快充一定是300%的電 所以為什麼住家沒慢充 因為家裡沒有300% 這是工業電 對 那慢充的話就是我們常見的 單槍220的電 也是你家裡的總電 欸所以這樣照我 像之前買 比如說BD4S啊 或是買Leaf啊那些 其實我只是要在停車會上 有一個插座讓我插就好了 也不用特地去安裝啊 可是 很慢 所以那個很慢喔 對那個會很慢 那個比起我們裝7000瓦的是更慢 插座式的啦 110V的插座 就是大概1000瓦 一個小時之幅一度電 差7倍 差7倍這樣講好像 聽起來好像還好 反過來講就是 我電動車的電池啊 最小的40度電的電池 就是從40個小時 主流可能平均說70到100 那就是70到100個小時 所以我們那個Puris 新的那一台 它是13度電 就等於說我用插頭插 要13個小時才能從0到滿 這樣子 那像PHEV插電式的 它車子因為已經有複合系統 所以它空間比較小 對 影響到什麼 就是剛剛提的變流器 OBC的裝設 所以它OBC的轉換效率會更差 可能最多大概只有在15-16A 是大部分的車子的設定 所以你裝7000瓦它也充不了 所以我剛才知道原來我們這個充電裝 是沒有辦法充Prius 因為Prius它甚至是不支援快充 直接讓直流電去幫它做充電 所以我到時候我假設 如果說我開抗膠車 它有一個小盒子 我是不是也可以裝在這邊 然後讓這種PHEV的車去充它就可以了 是 我現在搞不清楚喔 我們現在這個充電裝的充電的車用的插座 目前有分幾種 應該是兩種嗎 還是三種 我們先分慢充和快充 慢充基本上是一種為主流 就是你常見的PHEV 或者是大部分的電動車 都是使用我們國家的經濟部標準級的統一標準 叫做J1772 J1772我知道 包含Leave也是嘛 是 跟我的BD4S也是 BD4S然後Prius Prius 所以這些都是叫做J1772 也是我們俗稱的Type I 它其實就是屬於美國規格 那第二個啦 就是不是國家標準 那很多人用的就是像Tesla 在21年Q3之後的車子 都是使用Type II 國內市場你說 美規和歐規的慢充設備 就幾乎是 將近全部的 超過九成就兩種 對 基本上是這樣 那快充的話就會分到三種 一樣是 美規J1772 Type I 延伸出來叫做CCS-1 那第二個就是 一樣是歐規CCS-2 那第三個就是日系車 Chotemo是它的快充的接頭 但是像現在啦你說BD4X 當然它是用CCS-1 所以有在用Chotemo 日本的快充接頭的 只剩下Nizam的Leaf 還有Outlander的GHF 它也是有辦法做快充 那還有Lasers也是用日系的 是喔 對 但是可能之後會 那我這個可以充 不行 這邊沒有 這邊就是配CCS-1和CCS-2 所以它也沒辦法用轉換頭去做 轉接頭的話 這就沒辦法 它會有一個通訊協定上面的問題 這樣很麻煩耶 所以為什麼快充設備 一般來說都會配兩個槍頭 因為我可以用兩個不一樣的槍頭去做搭配 喔 對 那可以服務的車型會比較多 CCS-1是不是就是 特斯拉的早期型的嗎 喔不是 特斯拉早期在21年Q3以前的 叫做TPC 喔 TPC 它是Tesla的專屬的充電規格 所以基本上那個已經慢慢的都沒有 它已經沒有 全部都改成CCS-2 那買到舊款的怎麼辦 還是這樣可以用啊 像我們高速公路的休息站等等 都有配有TPC的充電規格 還有Tesla自己的充電站 都是TPC 因為外面營運商沒辦法做Tesla的規格 那比如說像Volvo那些呢 現在有一些Volvo啊 BMW啊 Volvo BMW Mercedes-Vans 全部都是 美國規格 CCS-1 欸這件事情就很那個啊 很奇怪 我們國內的車子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歐規 對 但是國內的電 我們的電工法規依循是從美國 所以電動車是歐規 電力系統會以美國規格為主 我舉例像歐洲是三項電工店 我們國內是三項電 對所以我今天車子規格做三項電的話 那其實是不符合我們這個地方 對 好我們要介紹一下這個設備是不是 首先呢我覺得第一個看到是他們管線布的還蠻整齊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從我們電箱進來的 對 左邊是來源電 像剛剛有提到 充用電設備這邊的保護開關就會設在這 一個是過來的總開關 對 還有充電裝自己用的專屬的分段開關 這樣等於一段有兩個開關 正常來講應該是這邊就接出去的不是嗎 對因為之後這邊還要再做其他的充電設備 所以這邊是總開關在做充電裝用的 自己專屬的分段開關 所以我到時候我如果還要一個一般的 我就從這邊的總開關 從右邊這一顆接就好了 對對對再分過去就可以了 都幫我們設想好了 所以我到時候這邊整排 我就開充電站好了 充補車也不要坐了 那會賠錢 讚 好然後接下來呢 就進來到我們的設備了 對 我現在問來想到一件事情 現在剛好在打呢 那這個淋到水沒有關係嗎 現在充電設備基本上都一定會做 基本的方程方水 因為它本來就是適用在室外型 畢竟車子本來就都在室外型 可是我看這邊有通風的閘門 這水不會跑進去喔 基本的防風水都會有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像這個現場一般是都做幾米 它是固定的嗎 還是可以調整 固定的啦 因為設備在出廠的時候 因為像前面提到 它會做一些政府機關的認證 大概都在4米左右 因為以快充站來講 像這個因為功率還比較算基本 如果功率更大 它的槍線其實很重 所以你在做更粗的話 你也拿不動 最多現在目前是可以做到多少的那個 快充嗎 像我們這邊蓋的基礎型的啦 就是最低大概是25和30kW 為最基本的快充設備 因為它就跟前面提到的 交流電轉直流電的電源模組有關係 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雖然30kW有兩支充電槍 但它是沒辦法同時充電 因為它做變流的這件事情 是只能單向輸出 所以你從30kW以上 例如說60kW 裡面有兩個模組 那今天充電的話 就我可以兩個 一直給同一支槍 或者是一半的電給另外一支槍 所以就等於是30kW 它就跟我一支這個是一樣的 那以國內啦 大概是360kW的快充站 因為車端還是會有支援上線 所以它不是無線上鋼說 可以多快就多快 那台康就是國內充電速度最快的車子 那怎麼車不快也給我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驗收啦 好不好 耶 完成了 大概幫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我先講一下充電槍頭啦 像大家剛剛有提到慢充快充 那其實你可以看 我以這個充電槍頭為例 這個是CCS-1的槍頭 上半部就是慢充Type-1 下面多了直流電的進出 就變成combo型的CCS-1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自己的車太不熟 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用快充 你可以看車上的充電座 如果沒有連下面這個都可以插得進去的地方 那就沒辦法用 插不進去啦 不行就插不進去 對 所以你看它如果說只有上慢路 那就是只能用慢充 那另外一邊的話 它槍頭就不一樣 另外這邊的話就是CCS-2的槍頭 欸 其實就是這個不一樣 它那個多兩根啊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有五個 這三個 對 喔 所以像我們這個21年第三季之後的特斯拉 就是CCS-2 就是這一個 對 那之後台康來用這邊 好 所以我們要來驗收一下 驗收要怎麼驗收 直接插 啊有在充就是驗收好了 對 插槍之後啦 因為它有做基本的管制 可以用卡片感應 但是有一個重點啊 就是因為我畢竟是 可能是外面的充電站或是什麼 所以你哪一張卡片啟動 就是要用哪一張卡片結束 喔 對 它有一個簡單的管理機制在 那到時候我們就設定我們的卡就好了 要來充電的找我零卡 然後就開始壓碼表 所以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這個把它拿起來嗎 對拿起來 插下去就好了嗎 對 直接插進去 欸它變色了 它就代表車端有偵測到 它有偵測到有插東西進去了 對 那這個時候電動車就會 跟充電樁已經有基本的溝通 現在在等充電樁有一個身份的啟動 喔 我們就刷卡 對刷卡 然後它這邊就會 跟車子的電腦就會說 現在在協定 對 你在這個階段如果說不要充了 就是按主畫面 它就結束了 像現在 車端電池當下的充電 現在的趴速 然後充電的效率 而且我聽到這邊風扇在轉 對 然後已經充了0.1度電 它現在充電速度是23.3kW 但是它其實沒有預計充飽時間 這邊沒有顯示 車上不知道有沒有 車端會 欸特斯拉是不是可以拔槍 欸你車端按解鎖的話也可以拔槍 它不是Tesla的規格 它需要轉接桶 轉接桶鎖不住 對它就拔 喔 這樣就可以拔 欸其實蠻快 它一分鐘就多充1%了 以這台車來講啊 普通大概都是70度電上下的話 一個小時就補了將近快到50% 就47%了 但實際的電池的當下的狀態 或是電池的趴速 也會影響到充電的功率 好像不是不能照直接算的 因為會有損耗啊 會有一些 它電池的那個設定的問題 所以我看應該是3分鐘可以充1度吧 可能還會再快一點 欸我們有充電做了好不好 對最後啊 請那個小葛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預電車店 你們通常都做一些什麼樣的服務 讓觀眾朋友知道說 怎麼找你們 然後你們可以協助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公司其實針對整個 使用電動車的整個完整的情境 我們都有在做服務 舉例來說 從充電設備的提供 公司或是建商 要做一些充電裝的規劃設計 這些工程的部分 然後系統 然後營運等等 我們全部都有在做 我們有充電站啊 但是充電站點 跟現在比較新進的一些 營運商的差別 因為現在營運商就是快充站設置的比較多 但是我們是從2010年 就在國內開始去做這方面的固件 所以都是以慢充站 投資成本可能比較小的地方 慢慢去做站點數比較多 所以其實你可能在外面看到 常見的一些公共的充電站 都會看到我們的充電設備 也是這個原因 甚至說那些公共的充電站的充電裝 其實就是都沒有在做收費 對 有一些電力成本是我們公司 直接在做支出的 很漂亮喔 你們APP的名字叫什麼 YES來電 下載也可以去查一下 對 那如果任何的充電資訊啊 或者是充電的備用 APP上面也都會去 喔 也都會有 都會寫 那之後呢 我如果沒有在使用的時候 我不會趕快有需要把它切掉嗎 其實不需要 因為就是待機電源 欸 兩度了欸 五分鐘 就等於是鋁充放了兩個小時 欸 兩分鐘比兩個小時 欸 差很多欸 阿呆 你有教女朋友說 我兩分鐘 欸 我兩分鐘 我差那麼多 欸 好 今天非常謝謝小哥 也非常謝謝玉電車店 這一次協助從事前的規劃 教我們怎麼申請多大容量的線路等等 從頭到尾 我們都緊密的聯繫 然後看我們要用多出的線等等 他都可以幫我們完完整整的計算好 好不好 有興趣的朋友們也可以 上他們的網站看一下 我本來講說 以後提供來電賞車的朋友充電 我不敢講 大家來都說欸 我來看車 然後充電 繞一繞 不好意思啊 沒什麼興趣 然後就走了 會不會 有可能吧 所以欸沒有 沒有這樣的 這我自己的 那最後呢 我們這個整個 裝這個30度電的這個快充 我們的費用會請阿呆整理一下 花了這麼多錢 那這個喜歡我們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拜拜 等我們的這個台康來 我再驗收一次給大家看 EOS 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我們要去家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 一段時間 可練 對 我們要去爭話